沈阳,义政大会,八旗旗主只剩戴善,多尔滚和满达海,外加一个小皇帝顺志,八旗贵族也死伤惨重,就连义政大臣都死了近半。 此刻的满清朝会,现场充斥着生面孔,许多年轻人被临时提拔,小皇帝端居宝座,大玉儿垂帘在后。 大玉儿的声音缓缓传出,连番大战,鱼旅败北,辽东辽西,丢成失地,此究竟为谁之过? 卢尔哈赤的侄子西汉出列,陆氏多尔滚道,豪格怂恿出兵打仗,多尔滚一口答应下来。 他二人,不顾咱们大伙反对,应是要抽掉大军入关。 八旗勇士若不被抽走,辽南怎会尽失? 八旗勇士若不被抽走,辽州之战怎会大败? 太祖皇帝说,任他几路来,我自一路去。 多尔滚与豪格,却要将大军分为两路,又派八旗军奋兵驻守个城。 这不是违背了太祖的教诲? 豪格已死,多尔滚却还活着,就该治多尔滚的大罪。 多尔滚面无表情,他已被软禁一个多月, 直到今天该宣布处置结果了。 义政大臣苏克萨哈出列,陛下,太后,臣要弹劾多尔滚。 其最一,妄称皇父摄政王,又直呼陛下为小皇帝。 其最二,还在北京的时候,每逢大军出征, 强令文武大臣列班贵颂。 其最三,在北京上朝时,多尔滚过了武门才下轿。 其最四,多尔滚所用仪仗,礼乐即未从,皆按天子规制。 闭嘴! 多尔滚勃然大怒,朝着苏克萨哈吼道, 这些事情,就算我做了,也不该你来告发。 苏克萨哈昂首挺胸,乱臣贼子,人人得而诛之, 我只是在尽人臣的本分。 朝堂内静寂无言,只剩这两人在争执。 苏克萨哈是多尔滚的心腹,是被多尔滚操着提拔的。 而今也是他,给了多尔滚致命一击。 大狱儿问戴善,你亲王,这多罪状,该如何处置? 戴善垂首道,但凭太后定夺。 大狱儿又问,诸位内大臣有何建议? 冷僧基出列道,当夺去爵位,贬为庶人,没收家产和牛路。 此人出自叶赫纳拉市,一直担任顺治皇帝的侍卫头子, 又被大狱儿提拔为内大臣和伯爵。 他说的话,代表着大狱儿的意愿。 冷僧基话音刚落,朝堂文武纷纷附和。 就此,多尔滚被贬为庶人,没收全部财产和牛路。 处理完多尔滚,戴善说道,陛下,太后,当务之急, 是整边八旗,赶紧打造盔甲和兵器。 以亲王说得对。 大狱儿表示赞赏,如今,只有戴善的郑红旗,没有遭受到太大损失。 满达海虽然活着,但香红旗已经不剩几个兵。 这父子俩,算是仅次于皇权的一大势力。 多尔滚带了许多溃兵和旗丁回来,既然被没收, 当然要归皇帝统治。 戴善奉命主持八旗整边,边来边去, 勉强边出二万三千人,大概是以前三个旗的兵力。 但甲州旗背,兵器完善的士兵,仅有半数而已, 而且粮食已经快吃完了。 姚阳城还在满清手里,可城外村镇, 皆为农民起义军的天下。 几千达子,困在城中,根本不敢出去。 他们一旦出城镇压农民军, 大同军随时就会现身, 姚阳城分分钟被攻陷。 沈阳周边村镇,也开始有农民起义。 姚阳,雨季刚过,李正就带兵来了, 大量农民军自发帮着做民夫。 姚阳守城主将,为戴善幼子护赛, 年仅18岁而已,15岁就开始随军打仗, 如今已被封为镇国公。 护赛虽然心中慌乱, 但布置城房却有条不紊。 只是军粮太少, 靠着搜刮全城百姓, 也就能再吃两个月。 若两个月后, 还不能获得军粮补充, 到那时就只能吃人了。 城外的粮食倒是多, 小麦已开始抽碎, 再过几天就能开花兽粉。 那些麦子本来属于满族和汉人地主, 而今却成了大同军的战利品。 大同军已经派人整编农民军, 全部编为农兵部队, 同时还在乡下组建农会, 给农民落集分配田产。 地里的小麦等收获之后, 四城上交大同军, 六城由大同军统一分配给农民。 城外的护城河终于被渐渐填平, 一段城墙上, 卓里克图说道, 父亲得想办法献成, 听说咱们的不重都被汉军俘虏了。 女真这边连粮食都没有, 又怎么赢得了? 我已经准备好, 今晚你偷偷出城。 善巴说道, 善巴是乌梁哈蒙古的残部首领, 十多年前归附后金, 十年前被封为镇国公。 他们的部落地盘, 在几百年后的复兴市, 而王庭臣和豪格的骑兵大战, 也是在那附近爆发。 收拾完豪格之后, 王庭臣顺手将那里的蒙古部落给平了。 善巴父子, 跟随多尔滚在耀州战败, 此时不但失去战马, 甚至连士兵都只剩两百多人。 城内缺粮, 老家被端, 他们哪还有心思帮着达子守城? 夜里, 善巴悄悄拿出绳索, 让部中在旁边望风, 涮着儿子的腰吊下城去。 但什么? 忽然有人呵斥, 却是主将护塞, 始终不放心蒙古人, 嘱咐亲信随时监督蒙古人住房的城墙。 善巴闻言大惊, 拔刀大呼, 顾不得许多了, 蒙古乐金的勇士们, 夺了辽阳献给汉军, 到时候我带你们回家。 被掉下城墙的卓里克图, 连忙解开绳子, 朝着护城河方向跑去, 他要去大同军那里请求援兵。 善巴带着两百多蒙古人, 全力朝着城楼厮杀, 想要下去打开这处城墙。 蒙古乐金造反了, 满洲士兵大呼示警, 驻守另一端城墙的恶目不出胡耳, 听到喊声惊恐交加。 这祸是达阳汉的曾孙, 祖大寿第一次被俘, 就是他立下的大公。 他的部落位于善巴的隔壁, 以及几百年后的北票市, 并且两人的部族都被视为蒙古乐金人。 厄目不出胡耳的部落, 同样被王庭臣扫平, 但在此之前, 被豪格带兵抢过, 是为了搜集粮食、兵器和盔甲。 厄目不出胡耳和麾下士族, 早就不想再坚守辽阳, 他们盼着早点回家, 看看那里究竟是啥情况。 满洲士兵大喊蒙古乐金, 终于坚定了厄目不出胡耳的叛乱决心, 当即率部朝着附近的清军杀去。 仰处城墙喊沙声震天, 城北的一股汉军旗士族, 干脆也开始跟着造反。 南蛮子进城了, 南蛮子进城了, 城内末地有人大呼, 却是潜伏在此的大同细作, 终于找到机会制造更大混乱。 护塞带领亲兵, 朝着善巴那边杀去, 沿途呼喊, 不要慌乱,不要慌乱, 各自守住城墙。 然而,城内守军早已是精工之鸟, 而且都知道军粮已经不多了。 城东方向, 竟然有一股八旗军, 打开城门直接开溜。 他们的老家, 在辽长城外的大山寺中, 如今只想回到家乡渔猎, 不愿再跟大同军拼死作战。 砰砰砰砰。 这是戴扇编练的火器部队, 由护塞统领着坚守辽阳城, 此刻朝着叛乱的蒙古人放牌枪。 率先启示的善巴, 由于冲锋在前, 被一顿乱枪给打死。 平息善巴叛乱之后, 护塞又去镇压恶目不除胡尔, 但后者非常聪明, 没有继续攻击清军, 而是率部窜进城内街巷, 沿途高呼南蛮子进城, 想把城里彻底搅乱了再说。 公爷, 东城的城门全开了, 好多八旗勇士在逃跑。 护塞文言愣了愣, 看着一团糟的城房, 愤懑道, 这里守不得了, 快随我回圣京去。 守城主将护塞, 竟然也离开城墙, 带着亲兵弃城而逃。 大同军营, 卓里克图跪在地上哭喊, 将军, 请速速发兵, 再玩我父亲就死了。 李正已经在调派兵马, 当大同军出营时, 辽阳城早就乱成一锅粥。 龙骑兵迅速奔至城外, 只见大量清军弃城逃跑, 这种情况都不用攻城了, 直接骑马追杀溃兵便是。 满清总共只剩两万多兵力, 辽阳城就占了四分之一, 兵器甲咒更是占了一半。 谁又能料到, 一张未打, 直接崩溃, 大概两千多搭子成功逃走, 但他们没有逃去沈阳, 而是直接逃回各自的老家。 父亲, 卓里克图寻到老爹的尸体, 他在那嚎啕大哭, 李正撇撇嘴, 心里直呼活该。 这些蒙古乐金人, 很早就投靠后金, 次次入关劫略都有他们的份, 手上不知沾了多少汉人的鲜血。 沈阳, 戴善看着逃回来的幼子, 浑身都在颤抖, 你你你, 几千大军守城, 怎这么快就把辽阳丢了? 护塞是个学过汉文化的, 居然会用成语, 父王, 士族都已是精工之鸟, 但凡遇到风吹草动, 他们就不敢打仗了, 纷纷打开城门溃逃。 遥阳如此, 恐怕圣经也差不多。 圣经守不得, 咱们迁都回赫图阿拉吧。 迁都? 戴善竟然仔细思考这个问题, 遥阳成的丢失, 带给他极大的震撼, 因为丢得太莫名其妙了, 很明显兵无战心, 若大同军攻打沈阳, 会不会也稀里糊涂失手? 一日, 戴善进见大院, 陛下, 太后, 臣请迁都。